行政長官梁振英女梁仲恩的行李事件未平息 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發起在機場抵抗大堂靜坐 要求澄清安檢程序 強調要守護天空 不能被特權破壞制度 亦不接受任何人向前線施壓 空總聲稱有超過2500人出席 警方指高峰期有大約1000人 陳好軒報導 體育安檢漏洞 體育安檢漏洞 梁仲恩的行李事件引發機組和地勤人員靜坐 發起的空勤人員總工會聲稱有超過2500人參加和響應 聲言不可以被制度受到特權破壞 為何可以有人由第三者代檢 但我相信你們都已經看到的答案和回覆是不知所謂 有參加的空服人員擔心保安出現漏洞 要求民航署澄清 如果有guidlines 就應該要跟著做 其實是這麼簡單 但現在我看到有guidlines沒有跟著做 多個立法會議員都有到場聲援 年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朱友倫也都有到場和站台 強調要追究和徹查 我不會接受再有一個香港人 再有一個香港人同特權牽電話的時候 掌聲聽著 同特權牽電話的時候 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找到這個濫用特權的源頭在哪裏 你的源頭在哪裏 我們要找到這個源頭和雙力的源頭 珍惜群組和一班市民到場 批評空總是炒作事件 在機場靜座影響機場的運作 要求他們取消行動 雙方口角要由機場保安調停 兩派人一度互相推撞 在混亂期間一個伯伯聲稱被襲 由警員陪同離開 由於集會人士眾多 部分來到靜座的市民要坐在原本劃分的集會區外面 而部分的抵港旅客 就需要由機場保安協助疏到離開 空總向民航署代表遞交請願信 在靜座結束之後 要會者圍繞客運大樓遊行 途經離境大堂和機鐵站 之後回到抵港大堂 空總表明要等待民航署的回應 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NOWTV記者陳浩軒 政府發言人說 政府了解社會人士對航空保安的關注 從新政府一直非常重視機場保安 而香港機場的航空保安措施 符合國際民航組織相關的規定 又說根據民航署資料 事件中的行李在進入離境禁區之前 已經獲得密主確認 亦都經過保安檢查 機場和航機安全沒有受到影響 機公局會就事件向政府提交報告 政府在審視報告之後 如果有需要會作適當跟進 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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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場